日本人妻AV女優三上優雅 早前宣布退役后 专心为女星重新出发 日前她来台湾担任棒球比赛的开球嘉宾 还在场上热舞 引起粉丝们暴动直呼女神实在太美了 然而影片曝光后 却迎来日本网友批评 棒球比赛现场应该有很多小朋友吧 认为AV女優不适合出现在公开活动上 对此三上優雅也亲自发文回应了这个争议 她在文中透露 自己听到了正反两边的声音 但这次的开球仪式并不是在日本举办 而是在台湾 自己只是尽力完成工作 以此来感谢支持她的人而已 所以也有不少网友发声替她缓家 认为三上優雅并没有展现不恰当的穿着 只是单纯以女星身份活动 因此认为这件事没有不妥 也是这样的 你爱情即使的 未经许可欠的 让我们的电话 给我们探索 最后一回 您应该当时 准备